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有一个太奇怪太意外的消息 所以赶紧做一个节目向大家汇报一下 根据北京官媒的报道 今天7月21号下午 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 参加的有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 港澳台资企业等等 这次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是一个谈经济的企业的座谈会 他所谈的内容我们先暂时不说 但是有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事情 就是这次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居然缺席了 他没来参加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这次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的时候 参加的人有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还有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而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缺席了 在一般情况下李克强不应该缺席这样的重要会议的 因为这次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是谈中国经济问题的会议 而李克强他是主管经济的嘛 所以这样的谈经济的会议李克强要出席参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且就在不到10天前7月13号 李克强自己也主持召开过企业家座谈会 所以李克强对企业家座谈会应该是很重视的 如果他没有特殊的理由 不应该缺席这一次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 那么为什么李克强要缺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呢 如果说有客观的原因 一个可能性就是李克强出国访问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李克强到外地去考察 他没有时间来参加 但这次偏偏李克强既没有出国访问 也没有去外地考察 根据中国政府网站的报道 也就是在今天7月21号下午 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老挝总理通轮举行了视频会晤 也就是说在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的同时 同时在7月21号下午 李克强却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和老挝总理举行电视会晤 这就是说呢 同时李克强和习近平两个人 他们同时都在北京啊 那么在7月21号下午这一天 既然两个人同时都在北京 李克强可以说完全有时间参加习近平主持的企业家座谈会 因为李克强和老挝总理举行这个视频会晤的时间 完全可以改一改 而且这一种国家领导人的视频会晤 时间也都不会长 顶多就是个十几分钟 因为双方都很忙啊 也没时间慢慢去聊天了 所以呢 李克强完全可以调整一下时间 就是和老挝总理举行视频会晤的时间 可以把它调整一下来参加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企业家座谈会 另外如果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 如果说李克强已经事先约好了 在7月21号下午要和老挝总理举行视频会晤的话 那习近平也可以调整一下 他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的时间嘛 他就可以错开李克强和老挝总理举行视频会晤的时间 来凑一下李克强的时间 让李克强来参加这次会议 习近平调整开会的时间 那是更容易的事情 他会议召开推迟一点提前一点完全没问题 所以说李克强想要来参加习近平这次组织召发的会议 或者说习近平如果有心要让李克强来参加会议的话 双方在时间上的这种冲突啊 可以轻而易举的解决 所以这一次李克强居然缺席习近平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吧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